大家好,我是崔浩泽,郑立新牧师 最近我在很多访谈中都分享了投票的重要性 如果您错过了,可以上我的YouTube频道 我也在最近的每日灵修中分享了有关的经文 包括不要把神的归凯撒 不再沉默,亮我们的牌 在这里我更要再次来鼓励基督徒 第一,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去投票 而且根据圣经的世界观去投票 我们投票是因为爱 首先,而且最重要的,爱我们的神 然后爱我们的灵色 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 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成为光和炎的一种方式 投票也是一种宣告 是让世界亮我们的牌 其次,投票只是一个开始和最小的第一步 无论选举的结果如何 我们在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很多需要去做的工作 2023年1月至3月 崔浩泽事工将与纽约角生宣教士学院 一起举办圣经四季官教师培训班 欢迎并鼓励弟兄姐妹参加 第三,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 要爱任何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 包括我们的下一代 实际上在许多方面 我们今天在社会上所看到的都是过去几代人的失败所造成的 让我们开始把我们的心转向孩子 免得神来咒诅这地 James E. White在他的著作 Series Time关键时刻中提醒我们 我的朋友 John Adams在他生命的镜头写给Toms Jefferson 说到你和我都生活在关键的时刻 事实上他们是活在关键的时刻 关键的时刻需要有关键的生活 这与民生或特权无关 这是关于我希望活在最被需要的地方 上帝正在这世界兴起一伟大运动 而我想站在最前线 我有这种想法很久了 是的,我们正活在关键的时刻 现在让我们透过关键的生活 来参与上帝正兴起的伟大运动 通过抢救下一代 来复兴每一个世代 从投票开始